我民生所看到 很普通的抽血動作 對一般人來說 好像算是沒有殺害 如果是說有感染的人 還要面臨在抽水的制度 這個拆毀動作就現得很重要 其他中心建立在 是特製電氫率的滋留測試 標準的抽血流程 最好的感染需要來抽水的環節 的幫助在就是 第一個部分可以減少 護理人員重複抽血 那以外面減少 我們一個溶血的發生的比率 那最主要是可以讓 幫助醫生能夠更精確的判斷 那個乾切除的範圍 那最重要的是 因為這樣子的藥物 它是屬於自費藥物 健保不給付 可以減少病人自費的一個負擔 給你中理玉妹標示說 電氫率的滋留測驗感情是ICG 是偏面到檢體發生到 用火所作的這個努力 其中包括到火要怎麼抽 不一樣是水的這個欠火 要怎麼以後 有相關的規範 那這個是黃頭 竟然只要左右 它只要一二三四五下 那可能這個綠頭的 它可能就是要搖左右的八下 那以前我們拿到的話 狀況就是這樣 或是這樣放著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 可能就沉澱或是融血 就變重心要重新再抽 這個電氫率的這個 占流測試ICG推動到檢測 剛才幫助感染患者 抽出清毒的這個準確性之外 也減少病人這個抽出後 這個抹道來這個中水 跟觀光人不好 可以等到檢測 剛才也幫到病人 先卡到賣這個開銷 以及中心體會 到中心單體減減的時間 試劑的話大部分只用在 要做肝切除的病人 因為重點是醫生他要去 這個藥物是 它是主要是用在那個 去測試肝的一個存活 跟它代謝的一個功能 那最主要的部分是幫助醫生 去做肝的一個 切除的範圍的一個評估 所以大部分只會用在 肝癌的手術的病人 不過這條菜會的基劇 這反應在觀中精力的治療方面 今天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來實用 我們要尋問 等一下英空採訪報道